通常会讲到圣诞是四诵 或者是路加福音有四个诵 四个Kenticos 四个在拉丁文的圣经里面的歌诵 第一个是玛利亚诵 叫做Magnificat 或者是翻尊主诵 或者是尊大诵 是路加福音第一章四十六节开始 我心尊主为大 那个是尊主诵 那个诵我们今天不会去讲了 那么第二个诵是Benedictus Benedictus是撒加利亚的诵歌 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六十七节以后 他所唱出来的诵歌 那么第三个诵呢 最短但是可能我们最熟悉 Gloria in excelsis Deo 在至高至处荣耀归给神 或者说荣耀诵 这个在第二章 我们等一下会讲 就是在第二章十四节 至高至处荣耀归于神 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那么第四个诵呢 是西面诵 西面诵是路加福音第二章 从第二十九节开始的 那么拉丁文是 Nunc Dimitris Nunc Dimitris 可以翻 就是如果我们造和和本的 就是释放仆人哀然去世 那么如果你要印象深刻一点的话 Nunc Dimitris就是让我死 就是主啊让我死 那么让我死好像太悲观了 意思就是我可以死了 我死而无憾 就是这个是路加福音第一章 第二章里面的四个诵歌 那么这四个诵歌呢 我们今天会看其中的三个 也就是玛利亚的尊主诵 尊主为大的Magnificate 我们不去看它 我们就看其他的三个 其他三个 我们先从第一章的五十七节看起 这还不是诵 不过是那个背景 以丽莎伯的产期到了 就生了一个儿子 这个描述的话 跟描述玛利亚生都很像 邻里亲族听见主向他大师怜悯 就和他一同欢乐 到第八日 他们来要给孩子行歌礼 并要照他父亲的名字 给他起名叫撒迦利亚 他母亲说不可 要叫他约翰 他们说你清楚中没有这个名字 他们就向他父亲打手势 问他 要叫这孩子什么名字 他要了一块写字的板 他就写在写在板上 他的名字是约翰 他们便都稀奇 撒迦利亚的口历史开了 舌头也舒展了 他的名字叫约翰 他们应该就很稀奇说 怎么你们夫妻都说他叫约翰 那撒迦利亚就说 因为如此这般 他就会讲话了 这也蛮稀奇的 大家就送在上帝 在圣经里讲到耶稣降生 可真是不平安 有好几个恐怖的事情 撒迦利亚是害怕的 在第一章里面我们看到 撒迦利亚在圣殿里面 当天使向他显现的时候 撒迦利亚就惊慌害怕 天使对他说不要害怕 在圣经里面讲到 约翰的降生 第一幕最开始就是害怕 然后当天使去跟 加百列去跟玛利亚 报信息的时候 玛利亚听到天使问他说 蒙大恩的女子 我问你安神和你同在 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 反复思想 天使对他说 玛利亚不要怕 然后第三个惧怕是 听到约翰出生的事的人都害怕 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六十五节 周围居住的人都惧怕 再下面的害怕 应该就是马太福音第一章 约瑟的害怕 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十九节 约瑟想要修掉玛利亚的时候 这也是不只是害怕 这是一个很痛苦的事 那约瑟想要明天修掉他 然后那天晚上 天使跟他讲话 当然这里面又有故事了 在马太福音记载 耶稣的降生有五个梦 每一个梦 约瑟做了四个 天使叫他不要修 这是第一个梦 天使叫博士不要从原路回去 这是第二个梦 天使叫约瑟赶快逃到埃及去 是第三个梦 希律死了以后 天使叫约瑟回来是第四个梦 回来以后 又指示他往拉萨路去五个梦 就也非常稀奇 我不知道马太福音的写法 把这两个会做梦的人 就是创世纪的约瑟和马太福音的约瑟 都用梦来表达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当然一定有他神学的意思 不过我在这里不去分析那些 我只在讲到说 约瑟很害怕 当天使跟他讲说 你不要修你老婆 你老婆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 你就把他娶过来吧 这个人将来要把百姓 从罪恶中救出来 这都是圣经上应许的 玛利亚听到天使的话 说了很近前 我是主的使女 请愿照你的话 成就在我身上 约瑟听了天使的话 也是一个字都没有讲 圣经只有说 他醒了起来 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 把妻子取过来 然后在马太福音第二章 当东方的博士去看 这个王的时候 第二章第三节说 西律王听见了 就心里不安 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不安 然后当西律发现自己被愚弄以后 就杀人 这就不是不安了 这简直恐怖了 这个恐怖继续到西律死了以后 约瑟还是在害怕 那第二章的马太福音二章二十二节 听见雅基老接他父亲西律 坐了犹大王 就怕往那里去 然后最后一个梦 又在梦中被主指示 就是也是惧怕 约瑟在惧怕当中 整个伯利恒那边在不安当中 好 那耶稣生的那一天晚上呢 这可是普世欢腾嘛 救主下降 也害怕 不知道为什么 圣经神选择把这个消息告诉牧羊 就是没有跟别人讲 就是没有跟别人讲 星星告诉了博士 天使告诉了牧羊人 然后牧羊人就害怕 不是欢喜 害怕 那么天使讲的也是一样 跟撒加利亚讲的 跟玛利亚讲的一样 跟约瑟讲的一样 对他们讲的一样 不要怕 这是好消息 是大喜的信息 是当他报告这个消息以后 就有一大队的天兵 同天使赞美神 然后就有这个荣耀送 荣耀送完了以后 这些牧羊人去看耶稣以后 离开了 第八天 他们替耶稣行割礼 然后满了洁净的日子 照另一位记讲 就是过了三十三天 他们就把耶稣献给主 就是过了洁净的礼 献给主 到了耶路撒冷去 到了耶路撒冷呢 就有第四个诵 就是Nunc Dimitris 主让我死 或者说一般翻译 就是西面诵 耶稣就在他的诵歌当中 被献上 然后有女先知亚拿 称谢上帝 在路加福音第二章 第三十九节 约瑟和玛利亚造主的律法 办完了一切的事 就回到加利 就回加利利 好 这个是整个圣诞 就是耶稣降生的一个时间上的一些安排 我们现在就来看 除了那个玛利亚的尊主颂 或者是尊大颂 我们不去看他以外 我们先看 这个 撒加利亚他所有的撒加利亚送 或者是应当称颂上帝 第六十七节 路加福音第一章六十七节 他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了 就预言说 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因他眷顾他的百姓 为他们施行救赎 在他仆人大卫家中 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 正如主 借着从创世以来 圣先知的口 所说的话 拯救我们脱离仇敌 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 向我们列祖施怜悯 纪念他的圣约 就是他对我们祖宗 亚伯拉罕所起的事 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 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 坦然无惧地 用圣洁公义侍奉他 孩子啊 你要成为至高者的先知 因为你要行在主前面 预备他的道路 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 就知道救恩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 叫清晨的日光 从高天临到我们 要照亮 坐在黑暗中死因的人 把我们的脚 引到平安的路上 这个颂歌 需要去想一下 各位 照圣经来看 耶稣的降生 耶稣的成长 耶稣的进耶路撒冷 耶稣的死 耶稣的复活 甚至一直到耶稣升天 明白耶稣到底来干什么的 我看一个都没有 可是照我看 门徒虽然跟随了耶稣 都不知道耶稣来是干什么的 就照当时犹太人的想法 照门徒的表现 耶稣那个时候 应该跟我们春秋战国的时候 有一点像 就是 犹太人在等候真命天子 犹太人在等候一个王 像大卫一样 以色列人或犹太人 当时其实已经好几百年了 亡国了 被掳了 回归了 但是仍然没有国家 仍然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 罗马人的统治 比较起来实在相当棒 我觉得罗马人统治 可以比英国人的统治 英国人统治 譬如说统治印度 希特勒非常佩服 安格勒萨克斯民族就在这里 虽然他是日耳曼民族的 很狂的 但是他很佩服英国人 他说英国人用那么少的人统治 其实不只是印度 全世界日不落国 统治那么大地方 用那么少的人 那么有效的在统治 这很不容易 罗马人统治 其实也是统治的非常好 你在尤其是使徒行传 你看到他们的原则 统治理的都很好 算是相当不错 但是犹太人不好治 犹太人在圣经的时代 和今天是完全不一样的 犹太人包括从旧约到新约 一直到耶路撒冷 在主后七十年被屠城 然后后来有第二次 Joyish War的时候 犹太人本来是很顽梗的 其实很有巴勒斯坦人的那种倔强 犹太人在这一千年受基督教的打压 以及二次大战的被屠杀 使犹太人越来越多那种 就是我觉得忧郁的气氛很高 那种暴力的气氛很少了 就是我觉得没有什么 那么可是这首诗歌里面 暴力的气氛还不少 就是我们怎么样用武力来抗拒 欺压我们的人 这讲这些都在现实的社会中 不太容易讲 我们基督教包括我们 传统的福音派华人 根本对巴勒斯坦的问题 以色列的问题 这些我觉得完全不了解 甚至了解恐怕都错误了 我也不觉得社会上了解 国际上了解一定是对的 但那是很复杂一个问题 这复杂的问题 包括我们在解经的时候都不容易解 不过就是撒加利亚在这里所表现出来的 似乎是我们等候一个弥赛亚 这弥赛亚是军事的 这弥赛亚是大卫士的 这弥赛亚是武装叛变打败罗马人的 那么你看嘛 在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 拯救脚是吹号 脚是力量的意思 拯救的脚大有力量 其实从以色列进加南跟当地的居民征战的时候 参数是很好的例子 就是他们希望有一个勇士 出来把仇敌消灭 那么一直不断有这种人 一直不断有人登高音呼说我就是 弥赛亚就是一个军事的领袖 像大卫一样很有军事天才的 一直到耶稣死了以后 还有人这样自称 你记得在《使徒行传》里面 加玛列也有讲过 有人是不是丢大 就自称是什么什么什么 后来就跟随的人不多 他就被消灭掉了 那这里犹太人 撒加利亚所表现出来的 似乎还是很狭窄的民族意识 似乎他所希望的弥赛亚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能够把罗马人消灭的民族英雄 但是如果这样解释的话会有问题的 因为第67节说 他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了 所以这段话不应该是一个有错误的民族意识 种族意识的话 我们必须看看可不可以解释的 我们必须看看可不可以解释的更合基督教的精神 基督教的信息里面的确最重要的是我们被拯救 所以第68节 为他们施行救赎 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 你们大家都知道像新保罗官还有历史上很多的异端都会说 基督教的基本信息不是救恩 基督教的基本信息是大家要彼此相爱 要信友堂一点 就是friendship 那么不是什么servation 那个是army 我们不是这些东西 可是如果你在看圣经 我认为圣经上讲的重点 神给人的重点是我们需要被拯救 我们非常需要被拯救 那么神拯救他的百姓 谁是神的百姓 我觉得上帝只有一种子民在圣经里面 一主一信一喜 一个救恩一个子民 没有两种救法 不管是旧约的以色列人或新约的教会 我们都是上帝的子民 我们得救都是凭着信心 不是凭着什么功德啊律法 没有 上帝新约旧约 原则上是一样的 所以神的百姓 其实旧约这讲得非常清楚 保罗在罗马书也讲得很清楚 创世纪也讲得很清楚 谁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谁是真正的亚伯拉罕的后裔 犹太人通常都会问这问题 在二次大战的时候也是会问这问题 谁是真正的旧犹太人 谁是真的犹太人 保罗在罗马书里不是讲得很清楚吗 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犹太人 里面做的才是真的 外面的割礼不算 里面才是真的 保罗特别讲 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 当然亚伯拉罕不止两个儿子 但是用以什玛利和以萨 是很好的一个代表 凭着亚伯拉罕肉体DNA生的 不是他儿子 肉生生的不算儿子 这跟我们观念完全不一样 肉生生的才是 不是肉生生的还用什么生的 试管婴儿也是肉生生的 可是保罗说不是上帝的儿女 不是人来生的 保罗这样讲 约翰也这样讲 上帝的儿女 上帝的子民 不是用人来生的 不是用情欲生的 不是用仁义生的 是神生的 神生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圣灵生的 圣灵生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是听了神的道 相信重生的 神的儿女 都是要凭着神的应许 神的话而生的 就像亚伯拉罕 凭着自己的能力 跟每个人一样 凭着自己能力生的 那都不是神的儿女 包括你我 包括我的儿子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 应该除了耶稣以外 但耶稣也不是人生的 耶稣是圣灵感运 生下来的 龙生龙 凤生凤 老鼠生的会打动 各位 人生的就是人 不是神的儿女 你要做神的儿女 你必须是神生的 神生的 就是凭着相信上帝 应许神的 所以保罗就讲 救援就是这样 以斯玛利不是上帝的儿女 要凭着应许神的 才算上帝的儿女 就是以撒 不但如此 以撒也有两个孩子 而且搞不好 还是同网双生的 他们是一模一样 他们有太多相近的东西了 肉体上 一个是以扫 一个是雅各 保罗说这两个 一个算是魔鬼的儿女 一个是上帝的儿女 上帝拣选的 才是神的儿女 上帝弃绝的就不是 我说这话的意思就是 不管是神的儿女 神的土地 神的日子 这些都是要用 属灵的观点来了解 所以 我觉得巴勒斯坦那块地方 不是圣地 巴勒斯坦那块地方 如果它有特别的意义 就是因为那个地方 上帝在那里 特别做了比较直接的 做了很多事 但是那个地方本身 没有什么圣洁 全世界每个地方 都是上帝的地方 每个地方 狮子坑里面也是 波斯的皇宫也是 在每个地方 神的名被高举的地方 就是圣地 神的名被高举的日子 就是圣日 神被人高举的地方 那些人就是圣徒 所以我不会觉得 以色列 有什么我们需要花那么多功夫来看 当然我知道我这样讲法是 很少人 在华人教会里很少 但是这是传统教会的看法 就是说有一天 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那只是说以色列人 犹太人该得救的都会得救 不必把它特别想成什么样 我说这个话 也就是在解 撒加利亚的这个经文 我认为神眷顾他的百姓 就是所有的 所有的信靠上帝的人 他眷顾他的百姓 为他们施行救赎 在他仆人大卫家中 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 我绝不认为 这个是讲到以色列的民族英雄 那么很多人会说 譬如说以色列的戴阳将军 那像大卫一样 以色列的戴阳将军 像大卫一样 可以把巴勒斯坦的军队 埃及军队打败 很伟大 我要大卫做的这个事 上帝使用了 戴阳上帝也使用他了 但是戴阳将军 完全没有任何 对我们基督徒信仰的意义 没有 那么主从创世以来 圣先知口所说的话 拯救我们脱离仇敌 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 这句话 如果你也是把它想成一个 犹太人的民族意识的话 我认为也是错的 就我还是说 神没有两样法嘛 一主一信一喜 一种百姓 成为神的儿女 新约旧约 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 成为神的儿女 只有从神那边来讲 他的拣选 他的呼召领导的 那是神的儿女 从人这边来讲 就是人愿意信他的 这是神的儿女 而神的儿女 从创世以来 都在仇敌的攻击之下 都在仇敌 那仇敌就是魔鬼的儿女 这个仇敌就是 从亚当夏娃的第一对儿子 来看 该隐就是神儿女的仇敌 亚伯就是神的儿女 他们是被拣选的 被弃绝的 信靠上帝的 不信靠上帝的 那么神的儿女 始终需要被上帝拯救 因为仇敌始终要吞吃他们 该隐要吞吃亚伯 那么保罗在加拉太书 也这样讲 属血气的 逼迫了那属灵的 每一个上帝的儿女 都需要被上帝拯救 都需要被上帝拯救 脱离仇敌 这种需要被拯救 脱离仇敌 的确你可以说 以色列人在过红海的时候 神拯救他们脱离仇敌 的确神使用 约苏亚也好 大卫也好 但是重要的是 这些人是因为他们是选民 所以有仇敌 如果你只是想到是血统和民族之间战争 然后我们应该站在血统的 以色列血统那边 那就违反圣经了 所以我认为撒加利亚的话 仍然是适用在每一个上帝的儿女身上 神要兴起的弥赛亚 是救他的儿女脱离仇敌的 脱离一切恨他们的 这些我们的仇敌 不是某一个民族 某一个血统 而是不信靠上帝的人 那么向我们列祖师 怜悯纪念他的圣约 我也深深地觉得 神跟我们所立的约 断不是说 某一个血统的人 民族 某一个血统的人 某一个肤色的 那就是我的 如果神是这样的话 神就是很小气 很狭窄 种族主义的来源 不是 不管人类的红黄黑白中 哪一个种族 哪一个肤色 哪一个阶级 哪一个性别 不管是什么样的人 都是罪人 都是罪人 也都唯有信靠耶稣 能得到拯救 我还是说 一主 一信 一喜 一个恩典 一个百姓 一个上帝 这是很伟大的一个教义 这伟大的教义 让我们没有任何的 民族 种族 阶级的自大和自夸 或自卑或其事 我们都是需要信靠上帝的 我们都需要上帝的怜悯 那么犹太人在碰到这种艰难的时候 他们的悲情的成分很多 我们同情他们也是对的 如果你也同情了 那个巴勒斯坦人 那就很对了 我们应该一视同仁 如果你就世俗的政治来讲 我们从世俗的政治来讲 公平来讲 怎么解决问题 如果你从属灵的角度来讲 那每个人都一样 也是一样 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需要悔改 我们需要归向上帝 我们需要求神怜悯 那么神的确像亚伯拉罕 这个人说了话 然后这个话 我自己觉得正统教会解释是对的 而把它解释成属肉体 属血气 那是错的 就是亚伯拉罕的儿女 会因为神跟他所立的约蒙福 但是亚伯拉罕的儿女 不是属肉体的 就是我再一次 亚伯拉罕的儿女 必须是跟亚伯拉罕 有一样DNA的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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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DNA没关系 亚伯拉罕的儿女 是跟亚伯拉罕 有一样信心的 就是我们 我们有信心 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儿女 我们就蒙神的怜悯 我们就在这个圣约之内 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说这话不是忘本 说这话是回到本 你知道你的家乡在哪里吗 亚伯拉罕的家乡 西伯拉罕说是在天上的 亚伯拉罕的家乡 根本是他没有去过的 可是圣经居然敢大胆说是他家乡 西伯拉罕十一章 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 他们在寻找 他们没有去过的家乡 他们的homeland是在上帝那里 那另外一个词也是很奇怪的 我们在创世纪完全没有看到 亚伯拉罕去的那个家乡 是一座城 你什么时候在创世纪看过 耶和华跟亚伯拉罕应许 我会给你一个city 但是西伯拉罕这样讲 所以我们头脑灵活一点 所有的神的儿女 都是跟亚伯拉罕一样 不是有一样的DNA 是有一样的信心 我们不但是弟兄姐妹 我们是互为肢体的 这太棒了 我觉得这实在是 在现在有这么多的冲突 争执当中 人因为种族 因为阶级 因为知识 因为肤色 有这么多仇恨的时候 我们真需要这个古老的福音 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事 这亚伯拉罕 是那位亚伯拉罕 但是犹太人 肉体的犹太人 不是他的子孙 我只是再一次提醒各位 你的信心很重要 牧师的儿子 并不就是上帝的儿子 我的两个儿子 如果要做上帝的儿子 不因为他们是牧师的儿子 不因为他们长在信有他 他们必须信靠上帝 每一个人都是这样 要信靠上帝 我们就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 好像以色列人从埃及人的手中被救出来 那么这话 撒加利亚讲的也像保罗讲的 就可以终生在他面前 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 我相信撒加利亚不一定懂得以后 他儿子所为人开的路 那条路是什么路 我想他不知道 事实上施洗约翰也不知道 我讲过很多次 施洗约翰是一个悲剧人物 圣经上讲 耶稣这样讲 凡夫人所生的 没有一个心起来大过约翰 那么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不去讲他 但是施洗约翰地位很高 可是他在监狱里的时候 他派人去问耶稣 那将要来的是你吗 还是我们要等别人 他的信心那么多垮掉了 这个在母腹中就被圣灵充满的人 因为耶稣的工作 耶稣的表现 不是他想的 他就怀疑了 不过你记得他的怀疑 他很勇敢 他责备犀虑 他被关起来了 然后他在监狱里听到耶稣所做的事 圣经还特别讲是什么事 什么事 瞎子看见 龙子听见 瘸子行走 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 圣经讲 施洗约翰听到这些 就派他的门徒去问耶稣 那要来的是你 还是我们要等别人 奇怪了 你听到耶稣行了神迹奇事 你怎么会动摇呢 我听到这些 那你到底是不是那位弥赛亚 耶稣的回答一点都不新颖 照样重复一次 你就跟他讲 虾子看见 龙子听见 瘸子行走 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 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 凡不因为我跌倒就有福了 耶稣没有提出新的 耶稣没有提出什么别的东西 各位我在这里讲这个就是这很重要 你为什么会失去信心 施洗约翰为什么会失去信心 各位当你的上帝表现得不如你意的时候 你就会失去信心 施洗约翰不care瞎子看见 不care龙子听见 他不care这些 他care罗马人在统治以色列人 他是耶稣的先锋 他是弥赛亚的先锋 他现在因为责备犹太人的错误 他被关在监狱里 你在做什么 你怎么不来救我呢 我是你的开路先锋 我替你施洗的 你怎么都不管我 你再去依别人 我没有什么高兴 你要来管我 你不管我 我是不是要去等别人了 各位这跟我们很有关系 因为你听到神的奇妙作为 安慰鼓励激动 扶持其他的人 你越听越火 因为你自己好像没有被上帝祝福到 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有信心 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 施学安的父亲对他有很大的期许 终生在他面前 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 跟保罗讲的很像 我们将身体线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然后他还特别讲 孩子啊 你要成为至高者的先知 你要行在主面前预备他的道路 施学安有很长一段时间 的确是做这个事 预备道路 他的预备真是好 我的意思并不是 那么多人去听施洗约翰 表示施洗约翰预备的好 各位很多人来听 你造势 很多门徒 这不稀奇 招谣场骗 骗人 这个不稀奇 这诈骗集团也不必念什么书 就是口气要学得像一点就可以了 很多人听施洗约翰的 不稀奇 施洗约翰在那么多人称赞他的时候 他强调 我不是基督 我替他提邪都不配 这个了不起 他没有被胜利冲昏的头 他知道他不是基督 他知道他不是那一位 一个成功的人 一个非常成功的教会领袖 最怕的就是这个 你成功 大家叫你叫好 我就是基督 那就完蛋了 施洗约翰很棒 他说我不是 但是不够好 你不是基督 这其实没什么稀奇 这早在预料之内的 你本来就不是 你要能说出 谁是基督 你要能说 那个圣经里的那一位是基督 事实上也说不出来 所以他父亲的这个劝告 或者预言 孩子啊 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 因为你要行在主面前 预备他的道 有点可惜 开始有 后来可能比较没有 有点遗憾 叫他的百姓 因罪得赦 就知道救恩 再一次 我们的信息 不是我们要怎么样 彼此相爱 那也很重要 最重要的是 我们需要知道 我们要被上帝拯救 被上帝拯救 最重要的还不是 我们得了癌症 我们的经济不好 我们没有钱 我们需要 这些世界 该他也可以做得到 你需要被拯救 是你需要 从上帝的愤怒中 被救出来 从罪恶中 引起上帝的愤怒 被救出来 我们是神的百姓 我们知道 我们自己有罪 我们是神的百姓 我们知道 非理事人 不是我们最大的敌人 我们需要知道 疾病 衰老 皮肤有皱纹 各位姐妹 那不是你最大的敌人 我们最大的敌人 是我们的罪恶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 叫清晨的日光 从高天临到我们 这是整个 撒加利亚送 最漂亮的一句话 很有文学气氛的 我们 因上帝怜悯的心肠 叫清晨的日光 从高天 临到我们 照亮坐在黑暗中 死灵里的人 发我们的脚 引到平安的路上 我看到这些 我很感动 我都不知道 我的儿子能不能这样做 我都不知道 教会新一代的传道人 能不能这样做 我们需要平安的路 我们需要平安的路 我们在黑暗中 我们需要有人 把上帝的话 光照我们 可惜 施洗鱼 后来的表现 没有那么好 好 这是第一个诵 路加福音第二章 第二个诵 就是荣耀诵 这个诵 很短 十四节 在至高之处 荣耀归于神 在地上平安归于 他所喜悦的人 这个诵就讲到两点 荣耀要归给神 赞美感谢要归给神 当我们说荣耀归给神的时候 流行的话常常会说 荣耀 诵在能力 就是启示录里面所讲的 归于神 其实意思就是 一切好的东西都归于神 就是荣耀归于神 是一个对上帝的称赞 把荣耀来涵盖一切的东西 一切的美好都归于神 各位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要说荣耀归给神 为什么我们要常常赞美我们的上帝 为什么我们要凡事赞美我们的上帝 不仅是感谢我们上帝 还有赞美 感谢和赞美有相同的地方 也有不同的地方 感谢通常是指的 都很好 不要分哪一个比较高级一点 哪一个比较普通一点 感谢赞美 认罪 带求 祢求 这些都是我们祷告的内容 都有它的价值 只是不一样的地方是 感谢通常是神做了对你有意的事 你就感谢 赞美 他不一定要做对你有意的事 你今天看到达文西的话 蒙诺那里沙的微笑 你会赞美达文西 你会赞美 你会赞美 那个是放在罗浮宫的 你会赞美罗浮宫的管理 这里的房间的灯光 思路都非常好 你会赞美 你不会感谢 或者说你不需要感谢 因为那对你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处 但是如果 他把达文西的那幅画送给你 你就会感谢了 因为那跟你有关系了 赞美不必跟你有什么关系 只是看到他的好 你就歌颂 感谢是对你有好处 两个都是有价值的 我们说赞美上帝 我们也感谢上帝 但现在就讲赞美 为什么我们这样赞美他 为什么我们要不断地赞美他 我碰到过中国大陆留学生 尤其在早期的时候 他们对信耶稣有一个很大的妨碍 就是你们基督教 为什么要一天到晚赞美耶稣 赞美上帝 主啊你真伟大 真好 上帝是一个暴君吗 要人一天到晚赞美他 或者上帝是一个小baby 要人一天到晚赞美 你们发现小孩子都很需要赞美 哎呦 baby会走路了 好棒哦 各位你走路 我有没有说好棒 你不是模特 我有什么要说好棒的 为什么上帝要我们赞美他 不断地赞美他 各位不是上帝是一个小孩子 幼稚需要我们常常捧场 或者他是暴君 他不需要 他没有任何的缺乏 你能赞美上帝 表示你有福气 我这样说当你吃到一块好牛排的时候 你赞美哇这牛排烤得好 那表示什么你有口福 当你在赞美一个景色 你看到大小谷的时候 你看到日落的时候 你说哇好美啊 表示你有耳福 当你听到绝妙的音乐的时候 你说哇这个演奏的真好 那表示你有耳福 当我们认识上帝 敬应在上帝的一切美好的时候 我们赞美他 表示我们很有福气 那么希望我们能够跟天使一样 赞美上帝 因为他的确美 他的确好 而且我们蒙恩 试获 我们在他的一切恩典中 看到他的美好 他不缺少我们的赞美 他也不需要我们的赞美 但是我们在赞美他的时候 表示我们是非常享受的 荣耀归给他 所有的赞美都归给他 荣耀可以代表上帝一切的丰富 归给他 那么所以我们把荣耀归给他 乃是我们发现 一切美善的东西来自他 我们就荣耀归给他 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这个我们也简单一句话 就带过去吧 平安是很丰富的 我们现在真的很不平安 我们怕 各位刚才我们看到圣诞夜 或者说圣经写的圣诞 是在种种的不安中和惧怕当中 当我们知道这种惧怕 带来给这么多人 这么多痛苦的时候 我们就更想到说耶稣 替我们承担了一切 带给我们多大的祝福 那么愿我们都能够有平安 没有恐惧 没有害怕 我有一次去探访 一位弟兄他说 最后有什么事要带到 他就说 女儿下班回来的时候 都很晚了 有的时候晚上十点 他说 从下车到家里 都是大路 但有一段路 大概有三十公尺 很黑 都要请带到 希望都平安 我是带到 但是我也觉得 很难过 一个女孩子 每天 有三十公尺的路 叫你走得很害怕 我觉得 三公尺都太长了 就是人间 如果有这些事情 很多事 其实远远不只是这件事情 很多事让我们害怕 不安 求主帮助 让我们能够领受上帝 给我们的平安 最后 西面诵 西面诵 这个在第二章的二十五节 在耶路撒冷 有一个人名叫西面 这人又公义又虔诚 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 再一次 可能这些人想到就是以色列的安慰者 以色列的帮助者 但是 属灵的含义应该合理的可以把它解释成 所有上帝儿女的安慰者 那这也是我很稀奇的地方 我说过 当我们想到耶稣的时候 通常想到是救主 那么当我们想到 起码我想到 以色列的安慰者的时候 或者我们的安慰者的时候 我会想到是圣灵 圣灵是安慰人的 鼓励人的 圣灵的特点 就是让人内心有改变 认识真神 悔改 认罪 看到真理 这都是圣灵的工作 那么 这里显然有三位一体的含义 不管是圣灵或基督 都是能安慰人的 这个人也有圣灵在他身上 圣灵告诉他 这顺便讲一下 路加福音 还有使徒行传 是圣灵行传 圣灵的福音 路加福音 一开始就讲了好多次的圣灵 这里也有讲 你看在这两节里面 就有两处 圣灵在他身上 他得了圣灵的启示 知道自己在未死以前 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 他受了圣灵的感动 进入圣殿 正遇见 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 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 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 称颂上帝 说主啊 如今可以照你的话 释放仆人 安然去世 我们倒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 是西面 你看到基督的时候 就会死掉 那我的祷告字不要看到 就长生不死了 不是这个意思 其实这话的意思 我说了 主让我死 不是悲观的 而是我看到耶稣 死而无憾 我看到救主 死而无憾 这个我们中国历史上 应该也很多这种情形 我看到了 满足了 够了 可以释放我 因为我一生所等候的 盼望的就是这个 三十节 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 这应该是美国那个 The Battle Hymn 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 那个救恩就是耶稣基督 那个救恩 说起来真是圣灵才能叫他看见 如同圣灵才能叫我们感动 你怎么能看到那个baby 是上帝呢 那个baby能够救人吗 那个baby 西律一见就可以把他刺死的 我们这里也很丰富 很直接 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 是照亮外邦人的光 是你明以色列的荣耀 以主一信 以洗一个子民 外邦人 犹太人 都因为耶稣得到拯救 是肢体 那么 西面诵就是这么多 我可以死了 因为我已经死而无憾了 不过后面西面有一些祝福 包括对玛利亚的祝福 这个孩子贝利叫许多人跌倒 许多人兴起 有信心的就兴起 没有信心的就跌倒 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 我们不拜玛利亚 但是我自己觉得 玛利亚实在是相当了不起 那么小一个女孩子 她能够说 我心尊主为大 我灵以神 我的救主为乐 这真是很不容易 她能够在 从这么小的时候开始 就说 我是主的使女 请愿照你的话 成就在我身上 实在是很有福气 而这个 不是没有伤害的 我自己记得 耶稣对玛利亚讲的话 应该都是赐玛利亚的 十二岁的时候 他们去找她 耶稣不见了那么久 去找她 找到了 儿啊 怎么这样对我们 我和你父亲找你 找得很辛苦 找我干嘛 好像现在的年轻人 找我干嘛 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命吗 她的意思是什么 她的父在圣殿里啊 她在说她的出生 父不祥啊 不管怎么样 这是很不客气的 当 天父我们谢谢你 求主同在 恩待我们 让我们生活中 能够常常歌颂你 让我们能够 被圣灵 被保回 是安慰 使我们能够 即使有的时候 的确是心如刀割 我们能够得安慰 谢谢主 奉耶稣的名 祷告 阿们